对于当代人来说 远距离的出行一般都会选择飞机 因为方便有快捷 但飞机一旦发生事故 却比什么都来得惨烈 2013年就有一架满载着中国学生的飞机 在美国旧金山降落时突发变故 本该平稳降落的飞机忽然变速陡然拔高 在巨大的承压下 飞机与地面相撞 机身瞬间解体 就在无数网友们关心着事故伤亡情况 为同胞担心之时 却有媒体表示 本该搭乘这趟航班的美国高官 在起飞前却忽然改签了机票 从而逃过一劫 一时间各种阴谋论平地而起 这起事故真的只是一场意外吗 还是一起事先谋划的恐怖事件 否则 美国高官为什么突然改签了机票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飞机失事到底是何缘由 感兴趣的老铁们 可以在弹幕打上想知道 故事即将为您继续 2013年暑假 一场美国夏令营之旅即将开启 中国有很多学生 为了利用暑假的时间 去外面学习和见见世面 都报名参加了这次夏令营的活动 7月6号凌晨 一百多名中国学生先是抵达韩国人川机场转机 等待着波音777的起飞 而之所以会从韩国转机 还是要从夏令营活动的承办方说起 相比从中国直飞 从韩国转机能省下一大笔钱 凌晨 波音777按时起飞 随着飞机渐渐升空 望着窗外浩瀚的蓝空 学生们个个都兴奋极了 他们都在期待着即将开始的暑假之旅 而此时沉浸在喜悦里的他们 却还不知道将会面临一场 终身难以忘怀的灾难 美国时间11点23分 波音777顺利到达美国旧金山上空 而飞机也正在按照流程缓慢下降 准备在旧金山机场着陆 然而这事意外发生了 本来还在平稳下降的飞机 突然速度快了很多 不仅如此 在飞机快要接近地面的时候 本该安全着陆的波音777 突然快速往上拔高 继续向上飞去 因为飞机机头和机尾 承载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机头虽然向上飞起 但机尾却完全跟不上这一变化 巨大的机身就呈现出了一个 倾斜起飞的姿势 如果是正常的起飞流程 那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波音777 却是在即将着陆的情况下来 完成这一动作的 此时的飞机距离地面太近了 根本来不及反应 而且飞机在降落过程中 早就放下了准备着陆的起落架 来不及反应的波音777 就这样猛烈地与地面撞上 几乎是一瞬间 飞机就从中间解体 机头与机尾分离断成两节 而断裂之后的机头 在惯性的作用下 还在快速向前滑行 机翼与地面相撞 瞬间断裂 机头在滑行几秒后 也撞在地上 发出轰然巨响 猛烈的撞机 很快在机场掀起一阵烟尘 甚至还有火光冒击 事故发生的又猛又突然 机场的工作人员 都没来得及 接到信号飞机就解体了 事故发生后 他们马上联系了消防车 和120前来急救 都说飞机事故率极低 可一旦发生事故 就会无人生还 但好在波音777当时即将着陆 距离地面本就不高 所以这场事故 倒也没到达那么惨烈的程度 据数据统计 机组人员加上乘客 共200多人中有181人受了轻伤 50多人受重伤 有三位中国学生 在这场事故中丧生 此次事故发生后 引起了中韩美三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飞机会在着陆过程中 会突然加速和改变方向 明明飞机是可以安全着陆的 如果没有突然的变速 和陡然向上飞的动作 也不会引发这么重大的事故 很快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便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 来查询波音777出事故的缘由 可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个让人害怕又背貌冷汗的猜测浮现出来 首先调查的就是波音777在降落过程中 为什么会突然变速和陡然拔高 调查小组先是查询了飞机的各项数据和程序 发现波音777无论是运行程序还是数据都是正常的 既然飞机本身是正常的 那么问题很可能就出现在人和机场身上了 于是他们对机场和机长进行了调查 这一调查 一个奇怪的问题出现了 机长李正民表示 他在操作飞机下降的过程中 忽然听见了一声警报声 而随着警报声的提醒 他发现降落的地点有巨大的障碍物 当时距离地面已经很近了 如果就这么降落下去 肯定会撞上去 经济之下 他才拉动操作杆想要将飞机往上拉起 所以飞机才会突然变速并往上 只是没想到这个操作还是没来得及 飞机仍然撞在了地上 这一番说辞让调查组的人都梦了 机场上怎么会有障碍物 难道是飞机数据出了问题 可早前的调查显示 飞机数据一切正常并不存在问题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事故还处于紧张的调查中时 一条流言不静而走 流言的出现让很多人认为 这场事故说不定根本不是什么意外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过的阴谋 原来有一位美国高官也买了这次的航班 可就在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 美国高官谢利桑德伯格却忽然临时改签了 因此他逃过了这一劫 美国高官为什么会突然改变航班班次 难道他是事先知道了什么 才做出这举动的 谢利桑德伯格的行为 一下子将这场扑朔迷离的事故 导向了另一种可怕的阴谋论上 很多网友认为 这是美国针对中国制造的又一起恐怖事件 而美国也并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早在1999年 美国莫名其妙的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 让人感到可恨又可泣 此次的波音777上乘坐的大部分人都是中国学生 这怎么看都像是一桩蓄意谋划的恐怖事件 那么真相真的如此吗 就在中国网友群情激愤时 美国高官谢利桑德伯格突然站出来回应称 自己并未与什么组织有联系 至于改签是因为个人形成有变 并不是什么阴谋 对于他的回应 很多人是不相信的 因为这种说法太过欲盖弥彰 但就在这个时候 调查组的人找到了波音777的黑匣子 并破解了黑匣子当时记录的内容 终于还原了事件的真相 黑匣子是一架飞机重要的航空记录设备 它记录着飞机发生状况时的所有数据 由于波音777并没有撞毁的很彻底 所以黑匣子保存的还很完整 很快 调查组的人便破解了黑匣子 他们发现了黑匣子记录下的机长 与副机长的对话 以及诱发事故最直接的原因 根据黑匣子记录 当飞机盘旋在旧金山机场上空 准备着陆时 不知道为何 机长却将飞机的自动驾驶 改成了手动驾驶操作 飞机的自动和手动与车子可不一样 完全就是两个操作系统 所谓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 而巧合的是 机长李正民 虽然自身有着近一万小时的飞行时长 但他此前驾驶的 却并非波音777这类型的飞机 原来 李正民机长刚拿到波音777的驾驶资格不久 这还是他第一次正式操作波音777 是以他对飞机的操作系统 根本就没有那么熟练 甚至 连李正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改变了操作系统 而更加不巧的是 当天旧金山机场的降航定位 也因为检修而关闭了 飞机想要降落 只能靠着自动飞行系统并未着陆 在双重的巧合下 直到飞机盘旋在机场上空60米的距离时 机长李正民才发现自己的降落速度有些偏慢 于是才强行加速来保证自己安全降落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样的低空下的快速下降 在手动模式下会将突然靠近的地面判定为障碍物 是以 在飞机距离地面只有二三十米的上空时 李正民忽然听到了警报声 他误以为地面有障碍物 而为了避开 于是他又操作飞机陡然往上飞 这才导致发生事故 有人就纳闷了 当时飞机距离地面本就不高了 即便飞机想起警报表示有障碍物 但那会凭借肉眼也能看见地面的情况吧 怎么会如此草率出了事故 这是 记录在黑匣子里 李正民所说的一句话引起了调查组重视 事故发生时 他曾说过一句话 看不见跑道 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调查组的人立马向李正民求证 根据他所述 他当时确实没有看见跑道 所以出现了后面一系列判断失误的操作 那为什么会看不见跑道呢 经过调查组的抽丝剥茧 到最后才发现 原来问题还是出现在李正民自身身上 飞行当天 高空中阳光刺眼 加上长时间飞机 李正民的视力也被光线影响了 甚至出现了短暂性失误 所以在降落过程中 飞机发出警报声 表示有障碍物时 他根本就看不见下方的状况 也是这样才会酿成惨祸 可作为一个飞行时长进一万的机长来说 怎么会犯这么严重性的低级错误呢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说一说韩国的前辈文化了 在韩国人看来 作为后辈一定要懂得尊重前辈 日常生活中 如果有人敢不用敬语和前辈说话 都会被认为是冒犯 然后被狠狠斥责 而当中 后辈在前辈面前戴墨镜 会被人认为这个人没教养和没礼貌 甚至会被认为对前辈不敬 而李正民飞行当天坐在他旁边的副机长 就是机长李正民的教官相当于他的老师 李正民出于礼貌和对前辈的敬畏 即使势力受到影响也没戴墨镜 却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行为 却引发了如此大的灾祸 在知晓前因后果后 人们显得十分气愤 这简直就是拿人命当而信 其实从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来看 虽然问题出现在机长身上 但追根究底的话 其实跟韩国航空自身有着莫大的关系 韩亚航空的所有飞行员 几乎都只对自动系统比较熟练 对手动操作十分声色 甚至很多机长一次手动操作的实战经验都没有 这也是为什么操作系统改变之后 驾驶波音777的机长李正民 来不及应对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他对系统根本不熟练 这次事件爆发之后 韩亚航空自然成为了众矢之地 三位年轻的生命 就这样因为韩国航空迷恋自动化 属于手动操作的行为丧失了生命 虽然他们对受伤的和死去的人做了赔偿 可再多的钱财又有什么用呢 生命再也回不来了 看完在美飞机失事的故事 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